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说起最近几年的新晋人气小花 凭借陈情令被观众熟知 随后在与君歌中大放异彩的轩露 必然是不得不提的一位 虽然她出演的大多都是女二 但是却每次都能咽压女主 也正是因为轩露的这一超长表现 才引得不少观众每每看完一部剧之后 都会发出期待轩露二大男主 共演大剧的呼声 如今总算是等到了消息 轩露首部大女主剧宣发 二大成一领弦出演 设定部书与君歌 对于轩露 更多的人可能都是通过陈情令和与君歌 这两部作品认识她的 因为虽然在此之前 她也先后出演了《红楼梦》 《女孩冲冲冲》 《五月传奇》 《灵魂百度》 《花谢花飞花满天》 《天使的眼睛》 《南颜斋笔录》等不少作品 但是因为都是配角 所以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 直到2019年 一部由肖战 黄一波主演的《陈情令》热播 轩露凭借师姐江艳丽一奖 大受称赞 自此才算是积累了第一波人气 陈情令之后 轩露又相继出演了《彩虹的重力》 彭爱坚 宇君歌等作品 也正是因为2021年热播的 这部宇君歌 让身为女儿的轩露一聚而红 甚至可以说是火遍全网 宇君歌是诚意 张雨昕 韩栋 轩露等人主演的一部 古装悬疑全谋剧 轩露虽然是以女儿的身份 出演仇烟枝 但是因为这个角色的丰富性和可塑性 再加上轩露本身的出色演技和完美诠释 竟然受到了丽雅女主的认可 在宇君歌热播的时候 不少观众就直言要是男女主是诚意 轩露就好了 如今竟然真的等到了 他们二人主演新剧的机会 据悉 日前有一部名为《绝爱之海》的古装剧 宣发启动了 而爆出的男女主人选变是诚意和轩露 对于诚意 观众们可能都是比较熟悉的 毕竟出道多年 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 自2020年凭借琉璃大火之后 势头更是直指当红一线 如今轩露首部大女主剧宣发 还是尔达男主诚意 可以说是人气直拉满 而且 根据该剧的简介来看 这部新剧的角色设定更胜于君歌 除了复杂 饱满的形象之外 还增添了不少洒脱 有趣的设定 目前 有关这部《绝爱之海》的启动 已经宣发 大致的开机时间定在了明年春季 作为主演的诚意 轩露也得到了公布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 更为准确具体的官宣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持续关注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